Hello,大家好,我是熊二 又来逢想生活了 我们三兄弟这两天都在山上 没有下去背东西 因为这两天来的游客也少 中午踏跃特别的大 每天做午的时候温度都在三十几度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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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都在四五百左右 今年的话特别难搞 而且带两个小孩在上面 我们就是三个人联合卡 每天收入都是皮疯 所以不怎么好 因为熊儿一个人在山上搞 也搞不了被东西一个人太累 而且山上做饭一个人也特别的累 去年的话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山上 所以还可以 我那两个小弟现在都不懂事 我的弟弟才19岁 然后侄子18岁 两个现在都不懂事 侄子的话今年初周毕业 没考上就来跟熊儿一起做自媒体 然后在山上接待游客 弟弟的话早就毕业了 因为现在把带两个小孩在山上 确实很累很累 有时候想想 都不知道如何去做 如何去改变 因为熊儿要带好他们两个才行 让他们两个都做自媒体才行 自媒体呢 加来是他们的天象 由熊儿这种没文化的 只能就是说 我的粉丝 甜粉在支持我以外 其他熊儿啥也不是 说句实在的话 熊儿以前没做自媒体的时候 做过保安保洁 然后工地啊等等这些 但是熊儿自从二年年 二年年的时候 进入了这个自媒体 后面后面才慢慢慢慢地做 做到了几年 而且很多很多自媒体的博主 在教熊儿 比如阿伟燕子 然后大屠小头小微 等等这些 大自媒体 大博主 教熊儿 我的大部分粉丝 也是通过他们的视频 而来关注熊儿 开刀熊儿家的生活 比较艰苦 大家都来支持我 我都不知道 怎么感谢去这几个保主 而且特别的感谢 我所有的粉丝 以及所有支持我的 所有大个大姐夫妇阿姨 有时候熊儿 做到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教 多多理解 谢谢大家 所以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再带大家去拍大山里的风景 记录我们三兄弟在山上创业的生活 好了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